今天是2022年5月10日 现在是下午5点40分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所谓的累世英国心法当中的每一世 之前我在FB 有针对悟出一个每一世的定义 累世英国心法当中的每一世的定义 当时是这样定义的 每一世 乃 每个人的累积灵魂 探索及发现各种可能性的过程 自己是最大的障碍 尤其是在你出生开始到觉悟前的自我染污过程 自我染污这个阶段的过程当中更是如此 那为什么会讲出定义这个每一世 其实这是一直这几年下来 这几年下来的一直想理不清 我们一直都在理清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累世英国心法是叫累积灵魂说 没错 累积灵魂说就是讲说 每一世的宫 每一世的灵魂 都会累积在累积灵魂里面 也就是说 你每一世 目前就像今天的累积灵魂 是一个 是诸事累积灵魂 跟你今天之前的累积灵魂所累积出来的 变成一个全新的灵魂 每一天都有全新的灵魂 而且这累积灵魂基本上都是诸事的功 诸事的智慧 还有诸事的经验 还有诸事的行买 这些东西累积出你这一世的累积灵魂 然后今天这个累积灵魂 就包含你好多是诸事 包含还有今天之前你从出生到现在 昨天的累积灵魂 你每天的累积灵魂都在改变 只是说 不见得是进步 有些累积灵魂可能是退步的 心境上是退步的 我们在划分 在累世英国心法当中 在划分所谓的心境 是以心境的提升 来讲说你累积灵魂当中的高跟低 是以心境 来区分所谓的高跟低 当然所谓高跟低 没有所谓的 如果以我直觉性向 这个高低是不好了 只是说我们方便讲解 方便讲解才跟你讲高低 其实在累世英国心法也是 我不要我直觉性向 所以没有所谓高低 但是假如说当中我们在讲解的话 心境 累积灵魂讲的是心境 而且是所谓的没有一个 最后的心境是什么 因为我现在悟到现在 所谓的最后叫心非道场无所不在 但是心非道场无所不在 其实就是所谓 与自然则同化 变成有意识的自然法则 这三个定义是一样的 再讲一次 所谓的心非道场无所不在 跟所谓的 与自然法则同化 其实是一致的 这个定义是一样的 但是这个东西 更上之前 有没有更高的心智 有 只是我现在悟不出来 后许是意识体 后许更高更高 我们不知道 所以累积因果刑法 累积因果刑法 基本上 基南采的意识说是 在修行上心境是完全没有止境的 纵使佛头 神都要下重新轮回 让自己的心境提高 应该是这样才对 所以 这是一致 但是我当时 我们采采是累积因果刑法 当时所谓的每一世到底是怎样 因为每一世一般的佛教说法 很多或者是所谓 都说每一世就终结了 那你累积因果刑法 讲每一世修行的功 那你要给 相信累积因果刑法人 自然法则人 一个希望 无穷无尽的修行吗 每一世的轮回吗 那请问 有人会一定会问我说 了还真的想学累积因果刑法 就是说 那请问 发现者 杨先生 杨老师 那我这世要干嘛 这世的意义是什么 佛教说这一世可以 可以捐一些果味 我可以到西方世界 体育世界 神说信我则耳 都永生给他们希望 我们反而是每一世都要轮回啊 所以就一直困扰说 到底每一世 我们累世因果刑法当中 每一世的定义是什么 一定要给人家希望 所以这个所谓每一世的累世因果心法当中的每一世要做一个定义 所以我一直在理清这个东西 这个一直困扰了很久 直到前三天才悟出说 我们再讲的是 每一世因果心法当中的每一世的定义 意义 应该说每一世的意义 你每一个人每一世的意义 每一个人的累积灵魂 用你的累积灵魂 不是用你自我 一定要自我跟本我对话完之后 用你自我跟本我一起的累积灵魂 不是用你完全还没有觉悟的自我 不是你在围我 执我 空我 不是这些的自我状态 一定要把你的累积灵魂调出来 所以是我为什么现在每一个人累积灵魂 才有用 然后一一一要用你每一阵魂去探索 发现这种可能性 这此一个过程 因为我们心境要不断的提升 每一世的定义都是一个过程 重点是 不是你这辈子修行多好 是你这辈子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让今世的修行工心境有所提升 提升多少不在意 这是一个过程 意思是说回过头讲 我们在意的不是 也是因果在意的不是结果如何 你不是要获得什么样重要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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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发现这个在每一世每一个人每一世用每一个人的累积灵魂去探索发现各种可能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自己就是最大的障碍 例如 累积灵魂你在自我朗孤过程当中 你一直朗悟下去 不知道觉悟 你自己是绝大的障碍 或者在你修行过程当中 你会产生迷惘 你用累世心口心法真的会产生迷惘 尤其是身为老公在悟出累世心口心法的人 或者是自然法根本没有遵循的方向 其实我随时在迷惘 随时在迷惘 所以在修行过程当中 每一个人尤其是累世心口心法希望你们自己去悟 降低欧望放下时之后定了欧欧 说悟的不一样又去验证 这种反复的过程当中 其实都自己在悟 我们最多 最多给你一个指引 但实际重点是自己在修行 那会产生很多迷惘 所以自己就是最大的障碍 包含这个定义假用在一般的生活 你的每一个人生 纵使你不是用累积灵魂 但是每一个人生 我们讲到人世间 假如说每一次扣掉这个累积灵魂 你不是用累积灵魂 但是对每一个人生也有用 也适合的 重点你是在探索发现各种可能性 你不要被自己所打败 你不要因为自己的心事道场所打败 你不要遇到难关就打败 你要跟狼与乱共舞 你要去突破 觉得自己不行 你要探索发现各种可能性 人生不是论成功跟失败 重点是在探索发现各种可能性 而且所谓探索发现各种可能性 不是说这一路不通 你走另外一路可以吗 每一个人都有天分 你不会学法律 难道你不会去学房地产 你不会学房地产 难道你不会学主菜 你去尝试发现 探索各种可能性 找一个适合你的适合的方向 而且重点是过程 你会在这种探索发现 这种可能性的过程 获得很多快乐 或许你遇到这些挫折 但是重点 你透过这个挫折 你会收到甜蜜的果实 只要你不要放弃 突破 记得突破 不要让自己成为最大的障碍